字幕君 字幕君 時間到了我們就看得到 當我們看到 隧道的出口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搞不好下一個彎 就看得出口 頻頻被點名代表民進黨 出征台北市長選戰 衛福部長陳時中首度鬆口 不排斥投入選舉 看到出口的時候 我們會知道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才有資格來思考 或想其他的事情 但是你的選舉不排斥吧 我基本上我不排 是這樣的事情 陳時中還沒正式表態 但日前早有民調顯示 陳時中年輕族群支持度 勝過蔣萬安 如今不只陳時中 綠營內部更傳出要組 政務官站隊力拼2022 內政部長徐國勇更被看好 有機會佔新北和侯友宜一搏 不放過每雙手五年前 還是行政院發言人的徐國勇 積極和新北市民拔乾淨 當時就被解讀要征戰新北市長 新北市其實我非常熟 選對會還有中指會 如果都決定的話 當然就是往前衝 這沒有什麼好顧慮的 雖然最後沒有參選 但徐國勇接地氣又有高知名度 仍被視為一枚活旗 有機會和侯友宜上演 部長和署長的對決 另外包括經濟部長王美花 也多次被點名選章化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也被看好 征戰雲林農業大線 如果沒辦法在農業部門有所貢獻 那就應該離開這個地方回到學校 那選舉的是沒有意願 也沒有規劃 蔡英文主席 親自擔任選對會的召集人 我相信行政院內閣的成員 一定是一個相當亮麗的名單 儘管被點名的態度都相當低調 但蘇貞昌內閣備受肯定 若首長真的轉戰地方選舉 想必也能替綠營在年底選戰增添戰力 三零圈黃大蒙周凱綜合報導 開設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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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